刚才前面 这个年晃用所谓的蒙古大军 攻击花辣子摩说一句话 你要占还是不占 但问题是蒙古军的力量很大 花辣子摩是没有这个能耐的 所以这个时候花辣子摩 最后结果就叫被灭国了 现在过来的情况是 花辣子摩对蒙古军 这样讲是不是不正确 就是有人针对这个 所谓类似蒙古军 现在的气势来看 说的要占不占 我们来看这个内容 叫做亲民党的说法 亲民党说法 国民党的衰败是自己割下的肉 哪有不吃的道理 今天是你国民党自己的问题 所以亲民党讲的很白 马英九让国民党衰败 当然我相信有很多是 很爱国民党的不认同这句话 但是是不是这样子 我想由观众朋友来做评论 这是亲民党说法 就是说不要忘记 是马英九让国民党衰败 而朱立伦想使劲拉 却拉不动 谁让朱立伦拉不动的呢 好 而王静敏是预政乏力 还神隐 那现在是洪秀柱崛起了 那洪秀崛起之后 很多人就认为说 因为你往极端靠拢 所以党现在状况 力气很弱 甚至有知情人士说 关键点是 本土派出走 只是开端 现阶段目标是 劣解国民党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看亲民党说 吃下国民党不要的空间 拉拢本土派 力争关键席次 在多党不过半的情况之下 成为关键力量 评估区域有三至五席 不分区有五至八席 好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想想看亲民党的论述 是不是正确的呢 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电话 那么我们听听看观众的看法 到底以战指战 可以排除本土派离开吗 我们先接通电话是 台北市的叶先生 喂 主持人各位来宾好 你好 我坦白讲一句真话 目前台面上一个 还没有很参选的 已经有20%以上的支持率了 那我再想请各位名嘴 在台面上这三个 哪一个真正有能力是强的 还是说嘴炮型的 台湾已经经过16年的嘴炮 叶先生你觉得谁是嘴炮型的 谁是实力型的 嘴炮型的我告诉你 就像马英九他是不是嘴炮 标准是 标准是嘛 陈水扁是不是喊了一堆口号 是不是也是嘴炮型的 洪秀柱是不是也是嘴炮型的 请问一下哪一个 有真正的行政能力 把台湾带 让老百姓看到它的能力 目前台湾最重要的是哪里 在于经济 在内在的经济 不在于哪一个政党大 哪一个政党小 台湾老百姓需要的是什么 台湾老百姓需要的是 有一个有能力够强的 能把台湾带离 带离出这个困境里面 好 叶先生我起教你个问题 叶先生我起教你个问题 但是选民最后结果的事情 是跟嘴炮不嘴炮有关系吗 你觉得 我坦白讲 经过16年的台湾老百姓 如果还是喜欢嘴炮 或者说哪个政党怎样 还有蓝力之分的话 而不是挑一个能力强的话 那我请问一下 台湾何救 台湾有何可以救 台湾就死了嘛 好 一些我在起教你个问题 有人说宋祖宋神长 是16年前的有能耐 不代表16年后 他有这个能耐啊 错 我跟你讲 经验毕竟还是有经验 他的一个传承是 来自于经国先生的 你以为宋祖于是天生 就能力那么强吗 他如果不是在经国先生旁边 历练那么久的话 他会有那种能力吗 不可能嘛 鄭先生 葉恩講了一個道理 是說他認為經國先生有傳承給宋楚瑜 這是台北葉先生的看法 好 我們接下來是新北市鄭先生 鄭先生 您在線上 是的 是的 我是三年級的 是 我是三年級的 我是那個 大哥 你好 我三年級啦 三年級 37年次的 我是那個56年 在龍潭特戰協校突擊軍官班畢業的 我一直相信蔣軍國 蔣軍國先總統 跟宋楚瑜這很像 那如果是按照國民黨這樣子的話 應該可以把他趕出台灣 我是支持宋楚瑜 因為我是 我的黨政是國政號的 因為我後來沒去登記 國政制跟國台就不一樣 我就支持宋楚瑜先生 好 謝謝鄭先生 希望國民黨聽到鄭先生的聲音 鄭先生中氣很足 我們接下來通電話 好 是新竹的黃先生 黃先生你在線上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你好 我想說其實我們經過 那麼多次的選舉 我們台灣社會需要更理性 有時候選舉只是一時的感動 可是生活是每天要過的生活 我想這個台灣的是民主一個社會 對 可是人民往往是跟不上這個民主的腳步 那被政黨所操弄 那所以我相信宋楚瑜我們應該給他一個機會 讓他為我們服務四年 不管好與不好 最起碼給他做一個機會 是的 黃先生我依舊請教你幾年級的 不好意思我是七年級生 你七年級這麼年輕 你認識宋楚瑜嗎 我想在我國小的時候 那從父母親得知他是一個非常會做事 非常務實的一位政治人物 好 謝謝黃先生 這是新竹黃先生的看法 我們接聽下一通電話 是台中的何先生 何先生你好 你在線上 喂 何先生請加供 現在開始講了嗎 可以 請說 現在還沒 電視上還沒留我講吧 是的 何先生你可以說了 現在可以講了 是的 我不是講 我說這個 現在根據電視上所講的 洪秀祖小姐應該是沒有當選的機會了 那國民黨現在根據名嘴所講的 國民黨他說明年一月一號 明年一月份就會沒有了 從地球上消失掉了 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說國民黨的事情不要再討論了 何先生你是國民黨的嗎 我是國民黨的 對 今天機會 好 謝謝何先生 今天打進話來的人 幾乎都是國民黨的耶 或者是藍營的支持 可是他們非常焦慮 國民黨的分裂 對於國民黨說 你還是這樣送處於 你會忘了怎麼看 是不是 這些恐怕也不是本土派了 因為剛剛最後一位先生 他是明顯的外神口音 所以看起來是不是真正的國民黨已經開始不耐煩了 我想對一個非常支持國民黨的支持者來講 面臨這樣的情況 他們一定會焦慮 這這很正常 因為看起來就國民黨就已經形成一個分裂的事實 雖然黨中央今天朱立倫主席 還用非常嚴厲的手段跟口氣去譴責跟對付那些已經退黨 或是即將要退黨的 你要退我還不給你退 我就是要開除你就對了 我覺得對朱立倫來講 他現在真正要處理的問題 不是黨內的問題 是啊 他應該去跟真的去跟宋楚瑜好好談一談 真的啊 你跟宋楚瑜應該可以聊嗎 因為朱立倫我印象中 他接黨主席前後好像有跟有跟宋主席見過面 應該跟宋楚瑜去好好談一談 因為從剛剛扣印幾通電話進來 其實你可以感受到國民黨支持者裡面 剛剛接了四通 應該都是支持國民黨的 那四通都支持宋楚瑜 這是我們節目以來最最高密度的 當然你也不能說這是很精準的民調 他是一樣本書的 可是至少他是反映某種程度的民意 至少在臺灣這個社會 是有很多人仍然會支持宋楚瑜 會懷念宋審長的 那他一到大選裡面的時候 你國民黨一方面你在黨內 你面臨本土派的出走 有些人已經退黨了 那一方面呢 你面臨宋楚瑜 如果參選總統的話 會跟你去瓜分藍軍的票源 這對國民黨來講是內憂外患 而且我覺得國民黨這幾天在 在批評宋楚瑜的話 有點我覺得不夠理性 我也沒有辦法接受 不夠理性 他說國民黨 他說宋楚瑜這親民黨過去幾年來 都跟民進黨站在一起啊 沒有啊 政策上 一個最簡單的邏輯 過去幾年請問誰是執政黨 國民黨 對那親民黨是不是在野黨 是 民進黨也是在野黨 是 難道親民黨要跟執政黨站在一起嗎 在野黨監督執政黨 在野黨互相合作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好問題 年晃點出了一個很棒的問題 來 建南 我等會還要請教一下年晃 建南 你最瞭解宋楚瑜的 剛才那私通電話 我不知道你感覺是如何 如果今天是泛藍的 他聽到這些話 是不是會感動非常強烈 你最瞭解宋楚瑜的 我可以保證宋到現在還沒有決定要參選總統 是 考慮是應該會有考慮 但是沒有決定 宋如果決定任何事只有兩三個人知道 不包括我 如果二三十個人知道一定有我 我敢講這句話 那因為我跟宋 我跟宋不是見他次數最多的 但是每個月至少一次 但是我是跟他私下談最長的 但是我們都談國際情史 都談整個事實的問題 因為我是對東亞非常熟 但他是對世界非常熟 所以我們常常會 就像我們像讀書一樣 這幾年來 我們就是一個月至少一次有這兩三次 會談這個國際性的問題 所以他到現在還沒有決定要選 這是我可以肯定的 那麼這個時候大家已經這樣談論他 大家已經這樣談論他 我是 我是蠻擔心 他會他又講過一個 就是說主觀上他沒有意願 客觀上他要看客觀上的情形 我很擔心像今天這個客觀上的情形 他會要選 他不是說過一句話寄養嗎 他如果他這個東西 他如果要選的話 那是我是覺得當選的希望很渺茫 因為國民黨不可能大陸讓 國民黨不可能玩科幣模式嘛 這兩個民調 如果玩科幣模式他就上了嘛 對 那國民黨是不可能的 馬英九是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說他那個話就是說會困難 但是他一直有一個 他是覺得今天國民黨民進黨對很多問題束手無策 所以他要政策 所以他很希望就有一個黨團 所以寄養是寄養在主政在治國 不見得是寄養在選舉取得政權 他就是一個感覺就是說他要考慮 他上次給柯P那邊的一級主管上課 很多一級主管就說政策該怎麼做 建南大哥我稍微當你一下話 剛才韋哲說了一個關鍵字 他認為宋楚瑜的寄養不見得是選舉 而是在政治上面去實現他政治的報復 你同意這個看法嗎 我想當時講英國怎麼統治這個國家 我算是邊緣比較深深體認的 因為我是縣長部書記 我不但是縣長部書記 而且我是很 我可以說二十幾歲就奉命專門研究日本問題 是 那個時候他做任何事都要一個去了解 一個去了解 那整個你說 你說我們這個 我們就是去做很多 一個要統治國家不是那麼簡單的 對 所以他有很多都有 當時我們會感覺到就是說 就是金國先生他是什麼一個概念 我都到現在我都很有感受 可是何況是宋楚瑜 所以他會感覺金國先生 會讓今天國家變這個樣子嗎 他會看到這樣 所以他就很急著就說 他已經對總統他不在乎了 他很重要就是那個時候是怎麼從政的 那個時候政治人物應該在什麼角度 要有什麼樣的程度 要有什麼樣的態度 什麼樣的高度 他希望以後的政治人物那個 如果這個時候他很狹隘的 一定要國民黨 甚至更狹隘 一定要國民黨這個更正苗南 不要苗紅 一定要這種極統派 那完了嘛 所以他這個時候會感覺說 像柯P叫他去上課 他會去上課 讓這些議員主管知道 因為這些當上主管也希望政治績效好嘛 可是從來沒有人告訴他該怎麼做嘛 所以他去上課 所以他現在也是一樣 相反的 民進黨也希望搞好兩岸關係嘛 所以民進黨也有人去跟他請教 但是宋從來沒有講哪些人去找他 所以他只是希望留一些功德在台灣 不管就是說他超越難力跨越兩岸 考慮中華民族跟台灣何去何從 這是他的境界 所以今天國民黨搞不清楚 還在用那個小鼻子小眼睛的 一個情況下去醜化他 誰小眼睛小鼻子呢 你說這整個一個批評嘛 你看到這樣某些台的一個批評 他又想做官了 宋楚瑜選台北市長 我可以告訴你 他跟馬 2004年是兩顆子彈 所以宋楚瑜不敗在他 2008他有理由選 但是他在2009他跟馬英九講 因為人家都講是馬英九選還是宋楚瑜選 他跟馬英九講說英九 別講了我不選了你選 我選台北市長就表示不選了 但是費省十年了 以前政府的官員是現得優秀的 先到高雄市 對 然後再到更高層的台北市 然後再到更廣大的台灣省歷練 可是費省呢 人才從哪裡來 台北市訓練 所以我到台北市中心以人才為本 我幫你訓練人才 你好好幹 馬英九答應了 可是後來不曉得 某一個人跟馬英九講 送進了台北市 查出你過去幾個案子 你就沒有了 然後就把送污名化妖魔化嘛 所以我們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我到現在很多人會講 你還會這樣送 那為什麼我並不肯贊成他選 我覺得說你做那麼多事 台灣人民 人民是資人感情的嗎 我可以跟你講 老兵的錢是王金平跑的 老兵的 老兵當時沒有錢 那個李斯科事件以後 那個以後給他們一萬多塊 就是你沒有幹嘛 二十年沒有幹嘛 那個老兵也是來 不要了就趕走了 去賣這個燒餅豆漿 老了沒有辦法他怎麼活啊 對 那是王金平做的 當時找軍系立委 軍系立委怎麼說 我黨書記我作證嘛 就說我這一票沒有問題 其他的我從來不交際 其他我拉不到 你那幾票幾票嘛 都是本省立委嘛 王金平一個一個 阿嬤 人家老兵可憐啊 他現在這樣 他一直沒來台灣 他也沒辦法做 政府也把他抓破 李大佬講的是那個 退伍軍的救養金 對啊 那一萬多塊 但是我請問你 今天這些老兵 就聽那媽那些將軍一句話 什麼他是跟李登輝一樣的 就這樣錯了他 我覺得 所以我也有說在台灣 我不願意在台灣從政 很沒有感情 人比如很愚蠢 就被幾個 愚蠢 被幾個政治人物操縱 很無情也很無意 但是宋楚瑜的想法是怎麼樣 宋楚瑜就是說 你台灣現在不救 你後面問題怎麼辦 所以你說這十幾年 我跟你講老實話 日本台灣研究所 我是在 我是在日本研究單位 每次看到我在那邊找資料 喔 你又幫宋先生找草藥 哎呀 因為宋先生在研究台灣的病 在查一些資料 有時候會問我 哪些資料該怎麼做 因為日本的老人化 少子化 比台灣早十年嘛 對 早十一年嘛 那這些問題怎麼做 我們去查這些資料 他就想你再幫宋先生找草藥 因為宋先生就常白草 要找這些藥 那先考慮台灣的病在哪裡 然後呢 這怎麼藥 那他自己當不當院長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草藥 他可以提供這些醫生治國者 這是草藥不是那些治病 是要治國的 治國 就國家的藥嘛 有些問題你要面對嘛 那你以後你要做 兩岸你要怎麼弄 然後我講很好笑 在中國時報上寫個 2016我們需要怎樣的總統 這個中國時報的民家論壇寫的 中國時報 我們需要怎樣的總統 他講三點 他講三點 第一點是 超越難率 突破僵局 第二個 政務能夠立即上手 確立台灣發展方向 不要是伸手要上手 第三要整合台灣內部共識 建構兩岸新關係 我請問你 這是不是除了宋楚瑜沒有別人 好問題 但是中國時報現在是怎麼捧紅袖珠 罵宋楚瑜 那也許社論不歸他管吧 所以關鍵越來越多 我還在請教下李老大 來 林王我只問你一句話 以戰止戰可以解決 未來國家的治理方向嗎 當然沒辦法 以戰止戰只是要看目標 只是看在2016 1月16號的選舉而已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問一件事情 如果這樣子親民黨 繼續的茁壯關鍵的三四席 將來有沒有機會 跟直必敗 蔡的選情必非樂觀 等步步為營 等我們要請教一下 這個韋哲 還有包括我們國動 怎麼來看這件事情 我們進行廣告